这间学校五年前将校服重新设计 提高了舒适度之余 亦都给学生有更大的自由度去配搭校服 因为朱校长认为校服是学生教育的其中一环 其实小朋友每天上学都要穿校服 我们很多问题都没人问过为什么 为什么每个人穿校服一式一样呢 为什么一定要穿白鞋呢 为什么小朋友不可以有自己的一些衬托呢 反而我们在这里问为什么 我们更加知道校服他的原意是爱和保护 这件事应该是比整齐重要的 当校方 当我们每一样的世纪希望帮小朋友想到一步的时候 其实这件事就是教育的关爱和细心 因为我们觉得香港现在教育也有很大的问题 就是我们被工业化革命后的教育 我们叫ISO化革命 每个小朋友基本上毕业应该是同一样的 所以你的校服应该是一样的 事实上我们今天培训着我们的学生 他毕业之后进入2030年的社会 特别是香港我们讲的 如果你从人一样你是找不到食物 所以我们社会是需要创新 我们社会是需要找到一些 他自己的一些想法 令他更加做得更好来改善社会的问题 所以我觉得校服这件事是一种新教 是让小朋友就在这个环境里面去成长 其实大家看到的这一套校服是朱校长亲自设计的 那背后有什么理念呢 其实我们也挺着重love and care 我们希望穿校服顶齐得来 都让家长给小朋友一种胆胜 我们没有了一个换贵的概念 因为我们觉得你只要买好我们肤石的校服之后 然后家长可以因应那天的天气 为小朋友趁同学会认识或长褲等等 去看小朋友的体质和当天的天气去安排 比如我们没有一些很厚的校服 因为我们觉得香港天气可能日头会很冷 早上很冷 但是到下午又可能很热 所以如果他要穿一件很厚的校服的时候 他会收回落书包 或者湿不下又会永远 我们就会有一些薄身的外套给小朋友穿 比如天气真的很冷 我们也建议立即假装 买一些坊间的一些很轻身的 也都可以摺起很小的外套 按回他家里的需要 因为不单止他有保暖 又方便收藏 最重要就是其实如果一些小孩 去星期一到星期七 因为小孩大得快 他每天都可以穿到那件外套 其实对整个家庭的校服的开户 也都可以减低成本 看到自己设计的校服 真的穿在学生身上了 那有什么感受呢 其实很有趣 做校长没想过自己有机会 可以设计这套校服 我们不是有设计师出身 我们都参考不同的成衣 去想一下校服可以怎么做 最有成功感就是 记得有一次有一位 来自低收入家庭的家长 他问我,很尴尬地问我 他说他已经星期日要去喝了 可不可以穿全套的校服 因为他家里没有一件 英俊小小的西装 我说绝对可以了 看到这样和设计校服 改变一个小小的操作 但其实帮到很多有需要的人 我觉得很有意义 如果在校服上要再有新设计 不知道朱校长又会加入什么元素呢 如果有机会再重新设计那套校服 我觉得还可以加很多再细心的功能性设计 例如所有外套裏面 可否有个内袋让到小孩一热 可以把它摺小的袋 已经是吐起它 一吐起 接着绑到书包外边 令它不需要塞在书包里面 令它很胀 因为小孩一抽烈的时候很容易跌倒 例如我们就在想 外套后面可否加一点银色反光料 让到在晚上有车的时候 又有多一个保障 我们尝试想很多不同功能性的东西 希望可以加入到校服里面 让到保障和保障更加彰显